Hello 大家好 我是VC 一个普普通通的奔驰粉丝 不管是C级 E级 S级 还是CLA Shooting Brick CLS Shooting Brick 都让我有想要倾家荡产去拥有的冲动 GLB一辆打破了我对奔驰所有幻想的车型 在奔驰要么外温圆润 要么流线 要么风阵硬朗的设计理念之下 居然出现了GLB这样 貌似有点圆润 大概有点流线 远看居然还有一些风筝的大面包 我是你13多年的儿子啊 好在和我脸一样大的三叉心 还是直挺挺出现在车头 证明了它的血统 打开车门 精致的内饰与奔驰其他车型一脉相承 飞机引擎出风口 磨砂镀铬 柔软皮质 贯穿大连瓶 看起来有用 实则一点都不好用触控面板 会让你不再怀疑它的身份 奔驰引以为傲 也是我最爱的 不管白天黑夜 都可以原地打起灯光 蹦迪氛围灯 当然GLB也有配备 没来的 奔驰的氛围灯 不都是舒展流畅的吗 GLB的氛围灯 为什么是这种 要方不方 要圆不圆 要流畅不流畅的造型啊 无伤大雅 我们再去看一下空间 第二排乘坐空间 一般 第三排乘坐空间 能坐 那视觉空间呢 断开的 要不然开起来再感受一下 全系1.33T的发动机 最大马力163匹 动力不能说不够用 正常的加速 只要你不是追求强大的动力水准 还是过关的 后段加速 发动机全速运转 给咱们的感觉还是很温柔的 那么奔驰为啥要出一款 这样长得又奇怪 又大 动力又很难以言喻的SUV 为啥要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呢 30万级别的SUV 一线选择起来是蛮困难的 自主品牌 你可以选到天花版车型了 普通合资品牌 能够选择到一个 口碑还不做 但是性价比一般的车型 但是 如果你要选择一个 一线豪华品牌 你只能够买到一个 外面人很羡慕的车标 但是空间小动力差 配置在 用起来痛苦万分的车型 于是 GLB来了 头顶奔驰光环 脚踩1.33T发动机 它来了 空间虽然说不算特别大 但是已经能赶上一些 主流SUV的水准 什么二胎 婴儿车 搬家 全家出行 通通不在话下 更别说它的内饰 座位台奔驰 最不用担心的 就是内饰之干 即使只是30万的价格 奔驰的豪华元素一点也没有少 配置这边 扣扣骚骚骚的豪华品牌 这次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10.25英寸标配carplay的中控 并且有OTA功能 最近还更新了新版的高德地图 前后排头部气囊 侧气囊 主动安全系统 后视镜倒车自动下翻 加热 科技实用的东西 该有的都有了 这台呢 还是一个40的版本 正常一些的非铺装路面 都是可以通过的 但是1.33T的动力 仍旧是大家诟病的重点对象 你看看汉兰达 丰田的车标 家都不能再家的配置 同样很弱心的动力 大家还抢着家家的去买 只要一看GLB 属胜香 是哦 也许GLB这样奇葩的车型 并不应该出现在奔驰车系里 因为豪华品牌 一直都代表着没有性价病 有些车型真的是买个车标 买个氛围 但面对现在很大一群 没有太多预算 却还想要豪华精致喜艳的人群来说 你有钱人之在啊 我们是窮鬼来的 好像也没有太多技能品牌 党党硬 又能质感嘎嘎香 然后价格还蛮实惠的选择了 即使是大家都无法理解 奔驰为啥要自降身段 出现莫名其妙的车型 价格实惠 那是做工氛围 有质感 够豪华 空间也足够大 甚至有可能对自驾的其他车型造成危险 但这却是豪华品牌 踏出抓住消费者心的一大步 不怕豪华品牌因为豪华而招揽消费者 就怕它顶着豪华的光环 也像普通品牌一样 去努力赢得消费者的心啊 感谢观看